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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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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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是买得到去喔 买得到去嘛 因为都要提订了嘛 所以他是不是就反而部分 因为其实资金本来就有水流理论 我涨多的怎么样 后面可能要做整理 我先退出来 然后之前那低基期的 在下面没有动的 我自己开始做卡位 那开始做卡位的话 其实市场上本来就这样 甚至他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我举个例子啦 比如说像庭圈讲到说 今天卡位那个 今天那个MSCI部分有一些见证在动 对不对 见证股在动 但是我们买股票要买强势股 那什么叫强势股 就是你要比大盘强嘛 那比大盘强的两个部分观察 一个就是大盘现在月线上 你起码要买月线上的股票吧 你不要买在月线下的 买月线下就比大盘弱了嘛 大盘是连三根震荡黑K棒嘛 那你要买的话 你要买那种到今天为止 他市场上是每天都有一点点高点的 就是他跟大盘是反向的啦 你买强势股后面大盘回稳的 开始往上冲的话 这些现在不跌的 后面才有比较大的几乎 会长得稍微快一点 那我们从这部分来看的话 比如说那个今天 MSCI部分有利多的 比如说乔山博文 今天工厂 其实你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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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 比如说我们先看那个立三好了 那边今天涨最多 涨了6%多 但是他跟大盘比 他算不算强势股 其实他运性好像 刚刚摸到而已 因为他修正仪大段了耶 对修正仪大段 今天刚摸到 那其实就月线的部分 他还没有翻扬 那我会认为说 其实他月线的位置在83.58 他今天刚涨上三毛钱 那刚刚上三毛钱的话 其实接下来两天 就是因为他月线要拉平的话 其实他可能还要一点 还要几天的时间 但是像这种就是 如果说月线走平的话 他后面涨的机会可能 才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比如说我们看那个1736的这个乔山 你会发觉一件事 他跟博文的那个线行就比较不一样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已经连续站上月线怎么样 他站上月线7天了耶 也就是 就整个强度来说 其实他是 跟博文来比的话 乔山可能会稍微强一点 那如果说你看那个8462的那个 这个 博文的话 博文的话就在下面 连月线都没摸到 这个就不用理他了 所以呢 所以就是乔山跟 应该是乔山跟栗山 我讲错了 乔山跟栗山来讲的话 就是 那个 栗山 栗山今天刚摸到 刚摸到的话 其实我认为就是 如果说他跟 就两个栗山来比的话 乔山可能会稍微强一点点 因为乔山是已经连续站上 站上7天了 不是吗 就在7天前就站上 所以就这个地方是一个 选股上的参考 那除了这个部分以外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你就生意类股 其实生意类股比较有投机性的 如果说我们要看生意的话 一般来说 生机股要动 就先看两只 一只叫1760的保龄 一只叫1795的美食 因为这两只股票是比较具有投机性的 那比较具有投机性 如果你再去做比较的话 也就是参考它的活泼度以及什么 以及法案的部分 那法案的部分 其实很明显的是什么 很明显的 就是1795的美食 比较会动 最近的投信 那个外资不是都有在买 甚至于它筹码集中度 其实筹码集中度 我们看的是主力买卖超 以及买卖交叉部分 如果说主力买卖超 往上的 买卖交叉负的 一般来说我们会解释成什么 就是它是有筹码集中的效果 就是它的股票 股票是有大户在吸纳的 也就是你就美食 保龄的部分来看 其实美食筹码跟筹码集中度 是相对于稍微好一点的 所以如果说就这部分来看的话 每时间最高109.5 大盘好像还在那边 它是每天都在创新高的 那除了这部分还有什么 最近还要转到车用的部分 车用的部分 有一支在第一档的 6238的胜利 这个慢慢的每天勾一点 勾一点勾一点 勾上来 其实今天也是最高153 也是跟大盘是反向 像这种就是跟大盘反向 然后有筹码集中效果的 我都可以留意 好 那么东霖哥另外 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大家还是想知道的是 鸿海这一波 都是外资 这一波拱上去 而且是外资 居然到了甜头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融资的话 鸿海涨到创高 但融资却是 在涨的过程当中 一路的往下滑 那鸿海这一波 利多消息真的很多 外资连买之外 其实营收表现也都很亮丽 YZ在进行上修鸿海的动向 也有蛮多的一些 基本面题材 包含鸿海的半导体 在大陆的进博会亮相 看起来也要做 跨足相关的领域 到底是不是整体体质在转弯呢 大家想知道是 YZ到底看到了鸿海什么 为什么最近 拉的速度这么的强 那如果鸿海这波 没搭上车的 我们能不能趁鸭回来买 还是从鸿海当一个标杆 往外找瓶盖或一些代工族群 其实我之前在讲鸿海的时候 我的结论好像是 如果不知道看什么 就看鸿海对不对 你不知道要看什么 你就看鸿海就对了 那其实我到今天为止 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今天的合作在涨 对不对 合作做什么的 苹果代工嘛 对 红海做什么的 苹果代工嘛 有可能合作大涨 然后鸿海往下掉嘛 这不太可能吧 而且是红海先涨上来的 所以就明年的部分 其实 苹果就明年的手机 5G手机看得很好 而且其实 现在已经在下明年单了 现在下明年单是加量10%左右 已经加量10%了 那如果卖得好了 他会加更多 所以他已经在反映这部分 那反映这部分 红海其实他是外资在买的 对不对 如果外资没有停手 他就是继续涨而已 就是继续震荡继续涨 所以 所以像庭圆刚刚讲到说 那个压回找卖点 他没有压回怎么办 你只能震荡找卖点 他就一直震而已啊 所以观察这些股票 我认为就是你从外资的部分 来做观察 外资只要没有停手的话 其实 就是有震荡的时候 我认为如果说你是多方操作的话 你就可以多留意参考 好 非常感谢 周琳哥我们带来 在目前盘面当中的一个 掌握跟观察了